因为人类使用太多人员 所以造成整个大气的二氧化碳增加 浓度增加 这是根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他们的一个研究 小丑鱼它如果要在太酸的环境之下的话 它的一些听觉器官 听觉器官可能受到这酸性的影响 开始变成二龙这样子 各位全球带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狼祖云 台湾四面环海 所以对于一部电影 大家一定特别有感觉 那就是海底总动员 因为跟我们的海是相关的 还记得那一只可爱的Nemo吗 这个小Nemo就是小丑鱼 也因为电影的关系 使得它大受欢迎 那因为大受欢迎 所以大家就很想在家里面 也拥有一只Nemo 然后这些商人就开始大量地滥捕 那于是造成了海底的生态失衡 你一定想不到吧 一只小小的小丑鱼 为什么会造成海底的失衡呢 它跟谁有共生的关系呢 是怎么样地破坏海底呢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保护小丑鱼 才能够找回原来海洋的光景 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话题 来 我们首先欢迎地球守护者 中校精英队 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 核心协力救地球 坚能减碳害台湾 从小丑鱼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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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四位青春洋溢的高中生 黄宇庆会选择有环保标章的产品 蔡宥贤会注意商品是否过度包装 钟敏恒善用步行与大众运输到达目的地 张俊祥平时会随手席灯节约用电 他们今天能够成功守护地球吗 来介绍今天的专家 就是灵探行动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欢迎陈阳文 陈老师 大家好 陈阳文 行政院农委会 野生动物保育法咨询委员 致力于推广保育动物的各项活动 第一单元分成八大主题 及一题地球守护题 自人轮流随机选择六题 各自计分 总分将决定离开队伍人数 到加油区补充知识力 等待救援 好 希望你们把握这些原则 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第一个题目 请选题 六 六号出什么题目 环境新闻题 现代电子产品生产快速 但生命周期也短暂 请问黄毛鼠于2013年 将何项电子产品新增为应回收项目 一 平板电脑 二 触碰式手表 三 光学头戴式眼镜 四 三滴列印机 这个用逻辑想一下 我也要这种立法 就是说有这样的法规 一定是跟大众行为比较有关系的 来 请作答 全部选择了一 我们的答案是 一 平板电脑 黄毛鼠2013年 公告将平板电脑纳入应回收项目 2014年3月1日起实施 为依照规定 回收废弃电子产品 将处以1200元至6000元罚还 来 第二位 请选号 第二题 第二题出什么题 地球科学题 酸域所含的酸性物质 来自工厂和汽车 人体如接触过多酸性污染 会有何种影响 一 导致黑色素瘤产生 二 视网膜退化 三 引发呼吸道疾病 四 以上皆是 想想看咯 来 请作答 他们的答案是 以上皆是 可见大家对于这一种酸语的感觉 都不太好 我们的答案是 三 引发呼吸道疾病 酸污染所含的二氧化硫 和二氧化氮 容易引起呼吸方面的问题 例如哮喘 干咳 头痛 看眼睛 鼻子 喉咙的过敏 好 这一题有一点全军覆没 没关系 下面再把它追回来 好不好 来 第三位 请选号码 第五题 第五题出什么题目 绿色能源体 台中势力全社区 利用废弃风扇 及马达自制风力发电机 并作为下列哪一项电力来源 一 空调 二 照明 三 电梯 四 以上皆是 哪一种它是最需要的呢 你们觉得呢 请作答 我们的正确解答是 二 照明 台中市大部区利全社区居民 将回收的废弃风扇及马达 改造成风车 自制风力发电机 并将其产生的电力 作为照明设备的电力来源 好 请第四位来选个号码 第三题 第三题 请问出什么题 环境污染题 因人为烂捕及海洋遭受污染 野生小丑鱼的数量逐年减少 同时也造成下列核种 与小丑鱼共生的动物 面临生存危机 一 海葵 二 珊瑚 三 海星 四 海绵 有看电影的人都知道 Where is Nemo's Home? 请作答 来看看答案是 1 海葵 好 没错 答案就是海葵 那么海葵跟小丑鱼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共生关系 应该不是只是住在里面 这么简单吧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陈老师 我们所谓的小丑鱼 因为它的色彩很鲜艳 大部分的色彩很鲜艳 所以很像那个小丑 把自己画的那个颜色 所以我们叫它小丑鱼 那实际上小丑鱼 它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会跟海葵一起共生 小丑鱼大概它从一辈子就 如果它认定一个海葵的话 它就会跟它一起 包含说从小到大 甚至生蛋 都会生在海葵的旁边 那最主要就是海葵 它有次细胞 它可以保护海葵 那个小丑鱼 那但是海葵 它跟小丑鱼 它都是肉食性的 它要吃一些浮游 一些海底的浮游生物 但是海葵没办法动 所以它靠小丑鱼 有时候就会游开来 它去捕抓 它捕抓一些这些浮游生物 吃剩下的剩下的东西 有时候会偷偷 就是喂一下海葵 但有时候抓不到 所以会偷偷咬一下 海葵的一些触手来吃这样子 所以它们就形成一种 在生物学上一种 很有趣的一种 共生的一个现象 那也就是说 当小丑鱼减少的时候 海葵当然就受到影响 所以海底面的这个平衡 就失衡了 是 好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来 我们还剩两题 可以继续加油 第一位请选号 8 8号 来 请出题 无毒生活题 植化素是一种天然蔬果 所含的营养素 齐聚何种对身体有益的功能 1. 抗氧化 2. 增强免疫力 3. 调节内分泌 4. 以上结实 我们一定是选择 有多比较有好处 来 请作答 好 我们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4. 以上结实 植化素为一种天然的化合物质 具有保护蔬果的功能 同时 人体摄取后 会对人体有益 如抗氧化 调节荷尔蒙的分泌 强化免疫力的系统 抵抗细菌 病毒等 多吃水果 多吃蔬果 促进健康 有养颜美容的效果 好 剩下最后一题 来 请选题 第七题 第七题出什么题呢 绿色科技题 加拿大研究发现 利用何种生物 可将人类排泄物 分解成有机化肥 减少排泄物污染 1. 敲行虫 2. 毒弓 3. 毒脚签 4. 蚯蚓 想想看我们自己 所已知的逻辑 这题没有这么难 来 请作答 来 我们的答案是 4. 蚯蚓 加拿大公共厕所 利用可分解腐化 有机物质的红蚯蚓 将人类排泄物 分解为有机肥料 即使厕所没电没水 也不会散发恶臭 好 我们的问题都问完了 看来各位你们的分数不错 有没有把握 把四位都留下来 有 有 好 看看各位的分数 来 1分 2分 3分 4分 有一位留下来了 5分 6分 7分 8分 轻而易举 9分 10分 11分 有没有第三位 12分 恭喜 第四位有没有 13 14 15 再来 再来 1分 16 17 还有没有 18 还有没有 19 还有没有 几乎满分啊 各位 你在我们的荣誉排行榜上面 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啦 我们在统计上面真的好厉害啊 全部都可以留下来 我们可以看看大家的积分 第一位5分 第二位5分 第四位5分 第三位4分 还这样跳着讲 好坏喔 好啦 没有关系喔 但是事实上呢 大家的这个核心协力 把大家都留下来了 哇 这是我们非常少见的现象 来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 中校精英队在第一单元问答题中 得到19分的高分 让全员都留下来 并高居荣誉榜第一名 面对接下来的二三单元 他们能否保持好的表现 得到地球先生帮忙的机会呢 地球先生来帮忙 可以增加你们在实作题的时候 拿到更多有力的机会 来 地球先生请出题 地球先生提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逐年增加 海水吸收过多二氧化碳 也会逐渐酸化 其对生活在海里的小丑鱼 有何种影响 一 视力退化 二 升值能力降低 三 听力受损 四 以上揭示 这题真的要仔细想一想了 海水酸化的影响是什么呢 请作答 好 答案是对还是错呢 三 听力受损 还好只有听力受损 海水酸化如果全部都有 它不过就是行尸总容 好 海水酸化对小丑鱼的影响 那这个听力受损又会怎么样呢 来 请教专家 我们都知道这个 因为人类使用太多人员 所以造成整个大气的二氧化碳 增加 浓度增加 这是根据这个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他们的一个研究 小丑鱼它这个 如果它在太酸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 它的一些听觉器官 精神器官可能受到 这个酸性的影响 就不然开始变成耳聋这样子 缺乏这个听力的时候 就有可能 容易那个烈死者来 他可能出去抓食物的时候 可能烈死者在旁边 听不见 没感觉 对 他没有感觉 容易被烈死者抓走 那另外一个 有时候小丑也会出去玩一玩 或怎么样 然后这个听力不行的时候 也有时候会造成 有点像迷路的现象 好 那所以大家 你看这个 这个不管是被烂捕 或者是二氧化碳 其实都是我们造成的 海底的平衡 其实对我们的生存 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好 恭喜各位 这个成绩很好 但是很可惜 地球先生没有拿到 但是毕竟你们四个人都在 所以这个相对的条件 还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影片题 影片题就要小心了 答错一题 就要有一个队友到加油区 去帮大家加油了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题 要出什么题目呢 待会看完以后 用手写版把它写下来 请看 他们是分布在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珊瑚礁鱼类 具有独特的本能 和有毒的海魁可以亲密接触 而他们的脸上 具有明显的白色斑纹 看起来像是马戏团里 讨喜的小丑 所以他们被取了一个 可爱的名字 叫做小丑鱼 全世界的小丑鱼 一共有二十八种 而台湾有其中的五种 主要分布于东北部 东部 南部珊瑚礁海域 其他如绿岛 蓝宇 小琉球 及澎湖等地 也有小丑鱼的踪跡 几年前小丑鱼 因美国卖作电影而大受欢迎 然而现实生活中 小丑鱼的下场 并非像电影一样 是美好结局 目前你要发现小丑鱼 踪跡是还蛮难的 因为事实上早期 在民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有台湾的业者 把这些鱼 把它抓到国外去市场去卖掉 那所以那时候导致 就是我们台湾的小丑鱼 的数量锐减 那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恢复到 以往的这样子的数量 不止台湾的小丑鱼面临困难 全球的小丑鱼处境 也同样危险 尤其是有最多小丑鱼的 东南亚地区 捕捞的情况最为严重 全世界小丑鱼最多的地域 大概是在东南亚的海域 因为东南亚有很多 珊瑚礁地区 那小丑鱼非常的多 所以全世界小丑鱼的 整个观赏鱼市场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小丑鱼都是来自于 东南亚这个海域 那他们捕捞的方法 大部分是用药物去把它 迷昏之后把它捕上来 然后卖到全世界的 观赏鱼市场去 所以整个东南亚的小丑鱼 事实上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危机 就是数量一直大量的减少之中 东南亚地区 鱼民捕捞时 大多是使用铅化物 容易造成鱼体内脏 受到损伤 即使最后将活鱼送达台湾 鱼汁也几乎奄奄一袭 这样的捕捞方式 不但伤害小丑鱼 更造成原生海域的破坏 人类跟海洋的关系 应该要达到平衡 不要因为过度需求而烂捕 如果要让下一代 看见小丑鱼在海洋中悠悠的样子 我们是否该还给小丑鱼生存空间 让它们在海洋中 也能当个快乐的小丑 来 我们来出第一个问题 全世界的小丑鱼有几种 请把它写下来 28 好 他们已经写完了答案了 答案是28种 对还是错 答对了 真的是学生 很会画重点 来看VCR 全世界的小丑鱼 一共有28种 好 继续来 问第二题 东南亚地区渔民捕捞时 大多是使用何种药物 造成鱼体内脏受到损伤 真的学生的训练有差 他们回答的速度好快 答案是对还是错 答对了 就是用这种残忍而不道德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解答VCR 东南亚地区渔民捕捞时 大多是使用氢化物 容易造成鱼体内脏 受到损伤 那现在我们台湾小丑鱼的 生存状况如何呢 就如影片所说的 我们的小丑鱼很少 真的很少 就是常常看到是空的海盔 那就是说小丑鱼它真的有一个 很独特的习性 就是说它不会跑掉 它又往那个海盔里面 钻进去 钻进去 对 那你稍微离开 它又冒出来 所以是真的非常可爱 其实相对也容易被抓 甚至是说 你今天假如发现一个小丑鱼 在这边的话 你不要抓它 其实你下次回去再去找它 它还是会在 因为它就是认定 一生认定的那一种海盔 没错 除非说它的家庭 已经繁殖得很好 被赶出去 再去找另外的家 找新家 对 找新家 所以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其实老实讲 非常容易被抓走 我们就算说这个电影里面 造成了这个疯狂的买气 可是这电影里面 事实上也传达了一些讯息 你看 当它的朋友们 被抓到水族缸的时候 于是不快乐的 他们就是看着外面的大海 一直好想回家 然后呢 当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影片所传达的是 小丑鱼在自己的家里面 过得非常的快乐 应该让我们的海域 变得更健康更漂亮 谢谢同家 谢谢 好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十座题了 今天的十座题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请大家来 重新认识一下小丑鱼 认识小丑鱼 请守护者 从十种热带鱼中 找出四项台湾的小丑鱼 和请专家 一场上人数 删去同等数量的错误选项 全部答对 即可救回队员 使天色变为蓝天白云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台湾专友的小丑鱼 有五种 我们今天要挑出 其中的四种 好 那但是 因为你们四位 守护者都在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删掉四个选项 这就是为什么 人越多越有力咯 来 我们请专家 把那种很难猜很难猜的 把它删除掉 然后你们到时候 就变成是六选四 就比十选四要好很多了 好 专家 看专家是好心还是坏心 来 我们第一个要删什么的 没有 这个专家 一定要是好心的 因为我想这一队 那么强的话 如果我们 没有让他表现一下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就是 对 好 那第一个我想 这个我们有喜欢的 一个霓虹灯鱼 好 你们进去把它删掉 好 那知道他不是的 这不是海里面的 对 然后接纹鱼 对 接纹鱼也是 不太喜欢海水的 好 再见 然后另外两种 好 我们再删掉那个刺维雕 白面刺维雕 好险 对不对 你看他亮亮的差点要选 对不对 好 来 再删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火红刺维雕 好 删掉了这一些鱼鱼 好 来 我们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好好地考虑考虑 来 请开始 来 请开始作答了 你觉得是的 选出来 好 再来你觉得是的 好 我们来看看你们的选项 对不对 选的这个是粉红海魁鱼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你们选的对不对 答 对了 其实自己好紧张 对不对 来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 也叫海魁鱼 我想答案应该也是对的 鞍斑海魁鱼 看你们选的对不对呢 这个长得就实在太像小丑鱼了 来 答 对了 再来看看白条海魁鱼 大家都到海魁鱼 你看看 来 答案是不是对的呢 答 对了 到底正确答案是 客室海魁鱼 还是大眼双巨鱼呢 偏偏它也叫海魁鱼 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外国的海魁呢 我们来看看 它是不是属于台湾的 一 二 三 好 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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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看到他们 有眨了一张眼睛 来 是不是正确的解答 恭喜 答对了 我们守护地球的任务成功 恢复了蓝天白云 想不到 就是现在的这个气氛 感觉比较凉爽 对不对 好 我们让地球降温了 好 现在我们就请专家 来帮我们解说一下这些鱼 像是我们在北部 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最常见到的是客室海魁鱼 像白条海魁鱼的话 就要到墾丁 它是比较热带型的 所以它颜色比较鲜艳 或者是像粉红海魁鱼 这样子的话 要到珊瑚礁 就是到我们墾丁 好 到墾丁这边去看 所以也希望说大家 除了在书本上的知识 或许之外 也能够多走入台湾的一个环境 一个自然环境 更有机会能够去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我们的海洋 好 恭喜你们 中校精英队 在今天的第一单元问答题中 以19分的高分之姿 让全员留下 在第二单元影片题 保持好表现 全部答对 最后在第三单元实作题 透过专家的提示 顺利地过关 成功守护地球 真的是中校精英队 这几位精英呢 成绩非常的好 我们刚刚去查了记录 现在是我们荣誉榜上 目前呢 积分最高的队伍 如果你也想挑战的话 就赶快来报名吧 来 我们今天不但要送给大家呢 制赠我们的这个环保铺满 我们还要送给大家 经典杂志一年份 四个好朋友 可以再一起来研究更多的知识 恭喜你们 好 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陈老师 来为我们颁赠 这个环保铺满 麻烦您 谢谢 谢谢 各位同学 用您的知识跟尝试 致力地做好环保 也可以把这个铺满存满 省下来的这些水电费 将来可以把这个铺满 交给致力于做环保的单位 或是机构 让我们更有序地 来经营环保这一个呢 又健康 而且是对地球有帮助的议题 好 非常谢谢陈老师 谢谢您 各位朋友们 赶快你想挑战的话 就来报名参加喔 不管是同学 朋友 家人 都欢迎您一起来核心旋律 救地球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同学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